南篮决战哈萨克斯坦前六小时 杜峰突传会议消息 球迷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哈喽大家好 欢迎关本期的小民留球 我是小民 在视频的开始 还是烦恼各位球迷朋友 能给小民的视频 点点赞点点关注 谢谢大家 和大家说一下中国南篮最新情况 在之前中国南篮结束完 越州围之后呢 整体来看表现并不是很出色 我们在八强战中呢 输给了黎巴那队 让很多球迷不能够结束 因为目前来看 这是中国南篮处于新老旧体 但是队中呢 还是有希望 郭伟伦和周琪这样的绝对核心 作为球迷自然是希望 中国南篮能够在比赛中啊 获得获得成绩 结束完越州围之后呢 中国南篮也没有过多休息 而是前往欧洲进行拉练 这段时间作为中国南篮来说 也是打了几场人身赛 虽然说报道很少 但是通过整体来看 中国南篮状态也非常不错 随着之前几个身体有伤命的球员 逐渐回归南篮 可以说这是中国南篮 整体的竞争力是非常强的 我们将会在今天晚上的22点 迎来市役赛第三个窗户期 中国队决战哈萨克斯坦队 虽然说队数整体实力不强 但是呢我们还是需要几位队数 才能够晋级适合比赛 作为中国南篮来说 决战哈萨克斯坦之前 也是传出了会议消息 什么会议消息呢 就是作为球队的绝对核心 后卫线赵基伟 也是因为在比赛中受伤了 可能无缘本次比赛 赵基伟呢 在之前自己的社交媒体 是发布了一个受伤的图片 可以看出作为赵基伟来说 自己的鼻子受伤还是非常严重的 如果本次市役赛没有赵基伟的话 作为球媒来说 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因为我们在后卫线上 确实有点捉襟见着 几个球员的整体发挥并不是很稳定 当面对强手的时候 这几个后卫啊 确实不能够像赵基伟一样 有大局观 能够控制球 如果在比赛中没有赵基伟 在面对伊朗队的时候呢 我们能不能够击败对手 也是一个未知数 但是呢 作为球媒来说 我们还是期盼 赵基伟能够早日的回归赛场 争取呢 祝中国男人一臂之力吧 好了 欢迎观看本期的小明聊球 下期的聊 下期的聊天 感谢观看